吃飯從來都沒有什麼廚藝 是不是連香蕉皮都吃進去 然後廚藝 廚藝 我算過了 你知道嗎 我台北市大概 太多了 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我發現到 你說要蓋一個廚藝 廚藝廠 我都要到晚講到吃魚 我跟他講說 吃飯從來都沒有什麼廚藝 如果我們可以把台北市的市民都 說服他們吃飯都沒有廚藝 我還要花絲藝去蓋一個廚藝廚藝廠 不然那個計劃就被我打掉了 剛才那個柯主席 他這回不應該有情意 所以我就滿好奇的 是不是連香蕉皮都吃進去 他很廚藝 廚藝 廚藝 除了那個以外 所以可以除很多種 我想說怎麼可能這樣子 市長的大學變成養生存 70歲以上的長者 每天都看我的YouTube 我的民調不會只有惡化 但是柯文哲在市長之內 過去不僅大砍技勞技能 也罵長者是貪彈倒的 這個計劃是 最近才開始推出嘛 最近才開始推出嘛 不過這個 那個效果不會那麼快就看到了 首先我們要教我們的長輩都會使用網路 這第一講 有使用網路 我們的支持度就會提高 柯文哲今天公布長者政見 但是柯文哲在市長之內 過去不僅大砍技勞金 也罵長者是貪彈老人 每拿到一千五百塊就不爽 在面對社宅跟街友時 還談到街友喜歡在外面睡覺看星星 根本就是帶頭其事 現在為了選舉才想到長者 根本就是在騙票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